遭遇洪水袭击的五个州 截至下午四点 灾民人数已经累计超过六万人 达到了六万六千七百一十八人 相比今天早上增加了整整一万零五百五十九人 重灾区登加楼和吉兰丹 一共有三万九千一百零八人和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人 彭亨八百七十三人 霹雳五十四人 以及柔佛五十三人 失去家园的灾民到临时救灾中心避难 还要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 卫生总监诺西山证实 从十一号至昨晚 登加楼一所临时救灾中心出现一宗确诊病例 另外截至十八号 雪兰娥 吉兰丹和马六甲 也分别有七名 五名和两名灾民在中心确诊 目前所有患者都完成隔离 中心也没有变成感染群 诺西山还透露 在吉兰丹 两所医院和三十二间诊所全遭水灾毁坏 其中东姑阿尼斯医院暂时关闭了部分医疗服务 登加楼也有四所医院和四十间诊所遭殃 医院泡在水中 导致周围路段中断 只能通过水路和空路进入医院 西兰丹 只能达掉 预留地 满足 amos 移时 确语